在央视的报道中我们注意到 有一家五星级的太子酒店是最受关注 在这个酒店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报道 说的是这家桑纳中心的房间里 有一面落地的大镜子 遮着布帘 拉开这个帘子之后 镜子后面就是两个近乎赤裸的小姐在跳舞 那个193是同学 右边那个136东北 这个就是她完全看不到你的 你觉得有感觉的先留 到最后的所有的看完了 我们留在HPK 这多少钱有多 这两个都是800张 根据资料的显示 这个太子酒店的董事长叫梁耀辉 同时担任中原石油集团的董事长 他是广东东莞人 人称太子辉 不仅如此 梁耀辉还是全国最大的酒店 东莞奥威斯国际会议酒店幕后的控制人 这几年梁耀辉的生意是风生水起 产业不断扩大 据称在哈萨克斯坦有10个游景 曾经位列胡润百富榜的406位 值得一提的是 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 就是11 12届 连续两届的全国人的代表 所以新京报认为了说 杜绝色情业泛滥 关键不在于抓了多少小姐 关键在于这个金银场所有多少 而在于当地是否铲除了背后的保护伞 有点消防